据台湾媒体21号援引路透社报道称 有两名知情的民进党当员官员透露 台湾正在调查一起可能的机密文件外卸案 泄露范畴包括台外事方面电报 和关于台湾地区申请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机密评估 路透社称台安全部门21号也证实了此消息 据台湾媒体援引路透社报道 近日有一份民进党当局的机密文件 被发布于美国贴图讨论板上 外卸文件包括台安全部门去年10月 针对台湾地区申请加入CPTPP进行的机密安全评估 此外还有据信来自台湾地区所谓驻日本和越南代表处 关于台湾地区申请加入CPTPP的外事电报 以及台所谓驻美代表处今年一份 关于所谓台美贸易谈判的机密报告 路透社引述一名民进党当局官员的话称 初步调查显示 外卸的机密文件内容大部分属实 只有一小部分是伪造 但该官员并未透露更多细节 而另一名官员称 部分文件内容似乎属实 他们暂时无法立即查明 这些文件是如何流出 报道称 台湾明年初将举行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因此 这起机密文件外卸调查时间点相当微妙 路透社表示 他们看过相关文件 但无法独立核实真伪 针对此消息 台湾中时新闻网21号报道称 台外事部门 台安全部门 当天皆表示 正查处这类信息的来源 提安 优优独立核实权